这篇有关敬礼的讲道太让我惊讶了 我从没想过受敬礼是这么值得高兴的事 我受敬礼已有二十多年 今天我才明白受敬礼的意义 过去一提到敬礼 我就只能想到当时为了受敬礼而经历的糗事 受敬礼的地方离我有点远 需要乘火车去 我买了晚上的火车票 结果出发的那天我吃错了东西 一直复现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车还坏了 最后好不容易才赶上火车 受了敬礼后 给我撕尽的人说 死亡的全是无法再笼罩你 我现在才明白这话的意思 我的旧人已经埋葬了 现在的我是新人 这新人嫁接在了耶稣神上 得详着上帝的爱 原来我得到的是上帝爱耶稣的爱 哈利路亚 主啊 我愿成为您所喜悦的人 我真的由衷感谢圣乐教会 是圣乐教会让我认识了上帝的爱 愿上帝祝福圣乐教会 监督以及所有的圣徒们 我会为你们祷告的 感谢赞美主 俄罗斯的瓦伦蒂娜 2024年9月3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